前一个影片当中我们问到log1.29等于多少呢? 我们说要查一个表叫做对数表 对数表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其实就是长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表格叫做对数表 对数表可以干嘛呢? 对数表可以让我们去查从log1.00 log1.01 log1.02 1.01 1.02 一路呢到log的9.98 log9.99的值 总共呢这900个值都可以在这个数上面 在这个表上面呢去查到 这个呢就是对数表 那要怎么看呢? 因为现在这边数字很小嘛 对不对? 那我现在呢就帮助大家只专注看这个对数表的这一个部分 OK? 我们看这一个部分就好了 我们把它放大呢? 我们把它放大呢出来看 OK?我们呢就往下看 看到下面去 OK?我们看下面 好 看下去了以后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表 这个表呢是我们刚刚框起来的部分 的这个进阶板 好 就是呢更细致啦 你可以直接看得到它 那这个表其实是这个意思的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的X呢 如果今天我们的X是长左边跟右边凑合起来的样子 那么这个地方 OK?这里呢 这整个东西呢 这整个包含起来的东西 就是所谓的这里面的东西就是所谓的logX 好 OK?好 那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如果今天的我的X 如果是等于1.29 就是我们刚刚最上面想要问的1.29的话 那请问logX会等于多少呢? logX会等于多少? 那其实它是这样子看的 这里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12 其实12在这个地方呢 代表的意思就是1.2 这个12呢代表的其实是1.2 好 OK?那这上面呢 这个9呢 OK?这个9 则代表的呢 则是什么? 这个9代表的则是0.09 0.09 所以其实1.29就是129 OK?12去对到9 也就是这一格 这一格呢 其实就是1.29的log10的这个对数值 所以呢你就从右边这样子查过来 好 查到它 然后呢上面这样查下来 对到它 这个1106呢 就是你要的这个答案 可是1106 直接就是写1106吗? 不是 因为呢 log1.29一定是在什么? 0跟1之间嘛 OK? log1.29一定是在0跟1之间 那所以其实这个1106代表的意思 其实是 0.1106 OK?0.1106 所以呢 这样子你会不会查对数值了呢? 这个查表应该不会太困难 那现在呢 我再来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好了 比如说你会查得出log的这个1.63吗? OK? log1.63就是要查什么呢? 就是要来看16跟这个3 它们对应过来 16对过来 还有呢 3对下来的这一个位置 OK?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要的log1.63 所以你对到的这个log1.63 其实就等于呢 什么? 0.2122 这样子大家应该已经越来越知道怎么样查表了吧 所以只要对于一个呢 有小数点两位以下的数字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用查表的方式呢 直接查出来 就是从我们刚刚讲的1.00到9.99 你都可以这样子查 那有些对数表呢 它更丰富了 有些对数表更丰富了 它会怎么样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的后面呢 会有一段叫做呢 表尾差 OK? 这个地方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词 表尾差 什么叫做表尾差呢? 如果今天我的x啊 不幸的不是1.29而已 如果今天我的x呢 是这个1.293 哇 还在多一个小数点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会是1.29 已经看到了 对不对? 然后再看后面这个表尾差3 是多少 这个3呢 它这边写是10嘛 对不对? 好 表尾差里面的这个数字呢 都代表的是从小数点下第四位倒回来算 也就是说呢 这个10代表的是 0.010的意思 那如果是这个29代表的就是 0.029的意思 然后呢 我们只要把这个表尾差的数 跟前面的数 加在一起就可以了 所以呢 意思是说 log的1.293呢 就会先等于 你先找log1.29是多少 就我们刚刚讲的是 0.1106 0.1106 然后呢 再来这个尾巴的这个3呢 就是这个表尾差的3 你找到1.29对过来的表尾差 是这个10 所以呢 就加上 就加上0.010 数表 以及呢 你要怎么样 查表的这个操作 其实就是把数字看清楚 就可以了 那不要呢 粗心大意 再提醒大家一次 这个x对下来这边呢 什么10 11 12 13 其实代表的呢 是1.0 1.1 1.2 1.3 然后这边的0123 是0.00 0.01 0.02 0.03 所以当我们要找 比如说 log1.85的时候 我们做最后一次的操作 log1.85 就是找1.8 然后再找5的地方 找下来就是这里 所以答案就是 0.2672 0.03